喂 剛講到的 他怎麼會出這一招 而且剛剛講到 今天他去接受乃靜 你講說他接受乃靜的專訪 是他禮拜天的時候 他跟乃靜說 你明天能不能專訪我 是刻意放出那個兩億美金 今天又是同一個套路嗎 今天這個專訪 我剛剛去問的 電視台在上個禮拜五 同時約訪三位的總統參選人 賴清德 侯友宜 跟這個柯文哲 上禮拜五 結果賴清德他沒有同意 他是希望三個一起啦 那後來 三個一起 當然電視台他有他的企劃嘛 但是賴清德說 我幹嘛要這樣三個一起 所以賴清德拒絕了以後 他就分別 你看侯友宜跟邵邵康 不是禮拜二去嗎 那今天禮拜五就去 這個是由一說一 由二說一 上禮拜五講好的 但是我要跟保潔哥講 你剛剛跟董事長討論了半天 被他嚇了一跳一百億對不對 我在旁邊我就在招頭 怪怪的 他這不是舊文嗎 舊文 你人生你還要倒帶 你要重複聽一首歌 聽幾次啊 觀眾朋友 上網去查 11月15號 去馬辦簽下六點聲明 當天晚上要接受電視專訪 就講一百億了 當天他就講一百億了 他說要一百億才能選 那我們怎麼辦呢 他當時沒有講說 是國民黨要他出一百億 他那天協商出來的時候 他沒有講是國民黨 他說這段期間就有人跟我講 要一百億才能選 那如果我要當政的就要一百億 他當時就講了 那我媽還在 他媽媽還講說 所以後來何瑞瑩才會生氣講說 不要做婚的啦 一百億才才算 哪有戰利監張對不對 這樣監張咧 他生氣 但問題是這個東西 一百億這個事情 到底誰跟你講的 你知道嗎 他那個專訪 他直接得罪王金平 因為他在去之前 六點聲明之前 他跟王金平見過面 然後大家都約著王金平跟他講 王金平後來還有接受 沒有沒跟他講這個事 一百億 而且他講了一百億 可能還要加二 就想像如果你要當 對不對 我們兩個合作 總要一百加一百 變兩百了 你看一億美金變兩億美金 一百億台幣變兩百億台幣 沒有那麼多的 恩怨情仇跟複雜情節 今天身為總統當選人 都已經去登記了對不對 你已經上節目講 國民黨跟你講要一百億 對 哪一個人 誰 哪一天哪個地點 講了什麼話誰講了 那你今天到底誰跟你講一百億 誰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當富的 對 你要當政的話 一百億放桌上 我們才願意合作 有沒有這樣講 我也覺得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呢今天 你要講一百億 對 你要講兩億美金 我都會假設柯文哲說的是對的 因為你一直 政壇小叢林的小白兔 你被人家懵了嘛 國民黨騙你嘛 但是你講出口以後 你就要負責 你今天講國民黨跟你講 提出一百億 對 那這個一百億是不是讓你 要當副手 來 觀眾朋友又來了 總統 副總統 全體辦理法第84條 你把一個有資格候選 你去看那個法條 然後 對於候選人 會有候選資格的人 所以一樣條款 你直接 那他當然有候選資格 因為保洁哥他在他在四五月的時候 民眾黨提名了 民眾黨一定提名他了 如果國民黨叫他出一百億 或是怎麼樣 他今天是講說 你有一百億再來選 所以 那國民黨有沒有拿錢 對呀 這個跟兩億美金又不一樣 國民黨並沒有叫他退 國民黨只跟他講說 選總統 他的意思是這樣嘛 國民黨跟他講說 選總統很貴 所以他的意思是要把國民黨拖下水嗎 那這樣子的話 國民黨也等於是叫他不要選 對不對 照理講是這樣嘛 勤儉沒有兩億美金直接換副手 那麼直接啦 包含兩億美金換副手 誰 包含一百億才能選總統 誰 你要把他講出來啊 你不能一天到晚 沒有錯 就是說有聲量這件事情 以前阿扁就告訴大家嘛 每天上新聞 到後來就從立委變市長 從市長變總統嘛 可是你今天東西要 第一個 不能被博倒 第二個要是真的 第三個是你能加分別人扣分 這才能講 你不能每天講一些以後 到後來別人沒扣分 你自己都扣分的時候 因為我不懂是你 前面已經搞了兩億美金 搞了兩億美金 你搞了自己灰頭土臉 大家一直追問他 追問到什麼程度 我追問到那個時候 我們這一頁翻過去吧 我們不要留在歷史裡面啦 那今天他在問說 是不是 是你自己丟個姓余的 姓黎的將軍 姓魏的這個人 那搞了半天最後 你屁都不敢放 那你已經搞了這一個 他一攤的爛屋了以後 你又搞另外一攤 所以重點在這裡的 因為選舉基本上 你要把棒你自己的票變多 但如果我已經講了 我都去查了 是上個禮拜五的約訪 從上禮拜五現在剛好也是七天 你要接受電視台的專訪 你七天下來 你準備的還是 11月15號的勞梗嘛 你還是講100億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表示說你應該要丟出更新的 你不要過不去 那錄影帶再聽三遍 還是A面B面而已啦 他走不出來 對你不要再去扯 你11月15號的時候 而且呢 以前講講大 那是藍白河也沒有深究 可是你現在講出來 國民黨要 叫你拿100億的時候 然後國民黨會回問你 就是誰跟你這樣講的啊 那如果說真的沒有人這樣講的話 那你是怎麼了 你到底聽誰跟你講的 然後剛剛不是有個什麼 余姓的商人間出來哭 對啊 余金寶 也沒有講兩億美金啊 那到底又是 他有出來講說 他幫他去跟朱立文見面 可是他說我也沒有講兩億美金啊 不是 而且 剛剛講的 你不是自己講喔 連你的這個所謂的戰狼小姐 也就是這樣喔 人是實地屋都有 電話記錄都有 名片都有 什麼都有 而且是國民黨系統的 這個我們公仔比較不舒服 因為我知道柯文哲也想贏嘛 柯文哲之者也想贏嘛 現在民調第三對不對 而且不是只有美意倒給你 所有民調第三 你就是靠這個啊 一拳超人你有沒有看過 精緯的戲啊 你今天把人是實地屋公佈出來 誰跟你兩億美金退選 十年以下 三年以上有幾出行 對不對 瑞德哥沒錯嘛 公佈那個人的名字 就算他是國民黨的誰高官 國民黨一起倒嘛 那你不是正好就可以變第二嗎 那為什麼不敢講呢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敢 我沒有辦法了解他 現在我看不懂他了嘛 你看不懂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今天上TVBS節目去講了這個 國民黨跟你講要一百億才能選 是誰嘛 你今天既然敢講出來 而且手又比這樣 應該是相信就是有這個人嘛 你把他講出來 我剛剛講的兩件事喔 兩億美金換副手 跟這個一百億才能選總統 你把兩件事情的那個人事實地屋 特別是對象講出來 絕對會傷到國民黨嘛 因為兩件一個是從國民黨來的 一個是國民黨跟你協商的時候講的 那誰可以跟國民黨協商 華潔哥其實沒有別人 只有二選一 只有侯友宜跟朱立倫跟他協商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講的一百億 不是朱立倫講的 就是侯友宜講的 如果這是真的 就明天開始 大家去問朱立倫跟侯友宜 你們沒有跟柯文哲這樣講 我這樣子邏輯一推出來就了解了嘛 但如果侯友宜跟朱立倫否認的話 那兩邊就會有一方是說謊的 好瑞德 我現在非常慶幸是 我從柯文哲2014參與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跟他私底下 從來沒有跟他見過面 跟他有任何互動 我發現 跟他私底下有任何的見面 有任何互動 我跟他講過任何話 我都不知道哪天 我也把它賣掉了 身為第一代的柯粉兼柯黑 我剛剛聽了這個資深政治記者 黃偉翰的分析了以後呢 我告訴偉翰啊 你剛剛說的 私私路理 邏輯分明 不適用在柯文哲 不適用柯文哲 柯文哲是個無賴嘛 他是個政治無賴 他拿管理說的那個 我問你嘛 兩億美金的事情 他到現在有說清楚講明白嗎 沒有 他說我們把那一頁翻了吧 該賣都賣了 不是你說的嗎 不是你說的嗎 姓也你說的嗎 事情也你說的嗎 我們把那一頁翻了吧 那有人去告發了 就讓那個去告發就去告發吧 不是你說 你把它說出來就好了嗎 對啊 剛剛偉翰說的好啊 人事實地物嘛 姓瑜的華僑 然後姓紀的將軍 還有一個未姓男子 你直接說啊 你直接把什麼事 然後在什麼時候 然後整個事情不是說出來就好了嗎 他怎麼會說 他不說 我們還會 才會去故意一直討論嘛 你說他故不宜證 不說國民黨還拿 他沒辦法 你知道嗎 他說了以後國民黨說 嘿嘿 這個跟我們沒有關係啊 那個是怎麼樣 他是故意不說嘛 他就搞曖昧嘛 聽說這三個人還不是同一件事 不是同一件事 厲害吧 厲害吧 如果是同一件事 同一天發生的 那就算了 你知道嗎 聽說還是不懂 不是 我就學到一點 柯平都會講人事實地物 那神事實地物也都存在 可是這人事實地物 它的組合是完全不一樣 我請問我請問你嘛 他今天為什麼要突然間 要蹦一個什麼二十億啊 一百億啊 講得好像 你要國民黨欠他的這樣 國民黨說你要說真的 你要給我這個錢 還是要去打這個帳 一樣 講的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很簡單 因為兩億美金的新聞 開始慢慢淡下去了嘛 你還不敢講了 他現在要兩億美金 不過六十億台幣 他直接丟一百億 你知道嗎 對 你不要小看他 丟一百億以後 網路會怎麼講 網路他會形塑一種說 我就是沒有錢 所以你看他現在說 我講說 三千六百萬 我本身要三千六百萬嘛 各位 你要知道 他本來 他不是號稱那個小兒 小兒募款嗎 他本來今年 要拔到什麼程度 今年五月那個小兒募款 還有競選小物 開始出來的時候 人家號稱 三天募到七千萬耶 三天募到七千萬耶 一個月不到 超過一億多 我記得新聞他還這樣做嘛 好 前幾年不是說沒錢了嗎 然後呢 這個 黃國昌不是號召 突然間直播的時候 號召藝人 藝人這個等於說五百塊 然後一萬個人就五百萬嘛對不對 然後後來不是 哇 不得了了 一萬五千多個人 想盡辦法要去捐 捐了一千四百多萬 但是他的那個募款 設計一天只能五百萬 就很奇怪 要是我一定設計無上限 你知道嗎 對 他設計說一天只能容納五百萬 所以拔了 所以呢 最後一萬五千人裡面 只有五千人捐款成功 然後呢 捐不到怎麼辦 哎呦 非常的失望 我就捐不到 又捐了三百萬 到那個政治現金專戶嘛 我就不懂啊 總共捐到八萬 總共捐到這個所謂八百萬對不對 對 我真的不懂啊 為什麼 一萬五千個人 只有五千人捐款成功 那你明天開放繼續捐啊 再補一次就好了啊 你再捐啊 你每天八百萬 八百萬 八百萬 問題就解決了啊 你就不只三千六百萬了嘛 那你為什麼不公布 為什麼不說 那每天跟他說 大家跟他捐 我沒必要 為了台灣 為了年輕人 為了民眾黨 為了黃國昌 為了阿貝 我們大家要捐錢繼續捐不都有錢了嗎 對啊 他現在要哭窮啊 他要哭窮以後 他馬上就丟出一個 國民黨要我二十億一百億 這樣子 做個對比 國民黨就那麼有錢 有錢有事 你知道嗎 我沒錢 他不是講了一句話嗎 他不是講了一句話說 本來 本來之前說要捐給他 抖獵給他的這些君主 現在都說不要了 都說沒了嘛 藍白河破了又 我問你 我保潔一件事情嘛 憑你跑那麼多年的這個政治新聞啊 請問台灣有任何一個大型的這個金主 會在選前兩個月 才決定把錢捐給你嗎 沒有 不可能吧 我也有朋友 老實講坦白的啦 我也有幾個五十億一百億的朋友啦 他們都是藍綠都會壓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那個政治現金會公佈的 都不是真正的大戶 真的假的 現在我有這個百億的朋友 百億的朋友就交情非常好 為什麼 有錢人 有錢人 他都是他來這個出錢 所以呢 我還請他去免費這個等於說 那種高檔的民宿住一晚 他覺得好爽 從他有錢到現在沒有人請過他 有錢人就是那種 你才 你我把你當朋友 你把我當朋友 你才會去 請我去嘛 有錢人 只要是藍綠的 一般人 一般政治人物來 一百起跳 一百萬 拿了這種 一百萬 有點 有點名氣的 然後有點名氣 兩百萬 你知道嗎 有交情的都是五百到一千萬以上 不用收據嗎 都不用 也不會公佈 我直接跟你講白了 我們的政治現金嘛 裡面有公佈啊 你要一百萬啊 然後私人三十萬 什麼團體 頂多到兩百萬 我跟你說 講白的啦 政治廠上真正的政治現金 真正的所謂大金主 都是不開收據 不會出現在這個所謂的 政治現金名單裡面 我現在講的是事實嘛 我們朋友都是這樣捐的嘛 有誰還現在只剩下不到兩個月 現在還沒去拿錢 錢還沒拿給你 你來給我爭取的 我跟你說 我現在剩三千六百萬年了 如果你是這種卡小的話 我想坦白 莫怪人家不給你嘛 為什麼 人家還會等你說 我看看會不會等到你當選的以後再給你 不可能嘛 剛剛董事長不是說他賣別人嘛 對不對 我為什麼跟柯文哲翻臉 柯文哲翻臉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講了一句話 名嘴是可以發錢收買的 然後我就直接挑戰他幾十次了 我說柯文哲你直接講出來 哪一個名嘴你不敢講一個 你講半個 姓什麼為了什麼事情在哪裡 為了喬什麼事嘛 所以你覺得你也被賣過 他到現在那個都還沒有講出來 不過 寶吉我告訴你 他賣的人不是我 為什麼 其實我們大概知道柯文哲 影射的是哪一個名嘴 是喔 但是我要告訴你 那個名嘴在柯文哲 接受狀況講出來的話的這個時候呢 他跟柯文哲還是好朋友 你知道嗎 他還是挺柯的 所以你就知道他對人對事 其實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他要怎麼 那個講你對不對 你以為你對他好 我本江心對明月 那個簡魚燕的下場就是最好的寫照